那这边呢,尾指的地方 因为其实我们的手的另外一边 这边也是有融起来的肉 所以我想象它是一个像是鸡翅的状态 这边有一个小的,比较小的树条 这样子我就可以很快地把它基准形状去抓出来 那假设说我今天手掌这个地方是有四只手指 我们像在写一个里油的油 把它中间的长度,中指的长度去区分出来的时候 然后简单做个概括 这地方再切一下 是不是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去可以把手指的位置还有长度去决定出来了 那尾指的部分其实是比无名指略短大概一节 所以我利用这样子简单的去做一个区分 很快的就可以去把整个手划出来 那也提醒各位同学 我自己的一些小诀窍 就假设说我要去更改它的动作的时候 请注意这个地方是一个就是画法的顺序上成功率会提高很多 假设我今天要做一个四的动作 四的动作大拇指得朝内朝里面按 那我这个地方会建议 一,先把大拇指它最后决定的方向先画出来 接着才去画出中间这一节 那注意一下在手做动作的时候 它会从这个地方 就是手根部的地方去产生方向上的变化 因为很多同学在画的时候 只有上面两节 大拇指上面两节在动 末节这一段是完全不动 那它的外形轮廓上就会产生错误了 好,那最后来一个朝前手的画法 这地方最快的画法是 它有很多方式 如果还不熟练的话 你可以想象你先画出一个砖块 一片砖块 那简单的经过切割之后 我就知道它的数量的切割就是完整的 大拇指在做握拳的时候 大概会到中指这一节来 去把它连接好之后 打稿上 这个地方想象它这个地方 一定会有一个剖面的存在 从这剖面我简单的去决定 它手指的方向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很快去把 它手指要指的方向去决定出来 大体上是这样子 我在做画图的时候 我会先去想复杂的东西 它最后会回到哪里去 就是先把它的基准根部的地方 先想出来的时候 再去做掌握的时候 会相对的简单非常多 那这个地方也在最后再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快速画手的一个小小神秘小小口诀 叫做三只海鸥 一只海鸥 两只海鸥 第三只倒飞过来的海鸥 那这个地方 这海鸥的形状 是不是就是我们手指头 骨轮的位置 也就是我的手指掌的位置 其实就已经决定出来了 那接下来 我只要去决定一下 它做的动作的方向 就可以不出错地去把手的动作去决定出来 我比较不建议同学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是 就是这样子一截手指 然后画完再去画另外一截手指 然后再去画一截手指 这样子在学习练习的过程 可能得耗费非常多的时间 你才有办法去把手的部分背下来 那如果说是改一个方式 利用这种结构的方式来看待它的话 在学习的速度上 应该会加快很多 那至于要把它画漂亮 一定是要静下心跟难心 就目前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这个地方为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数位时代的一个上色的方式 那我现在用的这个软体是Clippers Studio 那因为接下来的漫画彩色的状况越来越多了 那就会需要花一些时间在填射跟那个上色的部分 那为什么会使用Clippers Studio 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是 它有封闭空隙这个功能 就是以前如果用PotoShop上色的话 这边有个断线 这倒下去就整个就跑出来了 会浪费掉很多时间 那因为这个软体它可以比较快的去把一些线条 没有工地好的地方 没有工地好的地方很快速的做完填射 那这个部分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很多时间 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 现在彩色的漫画基本上是很大主流的一块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小镂空的地方 它也具备有这种围柱涂抹的部分 那我们先把它的底色都上完之后 可以比较快的去处理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以前在PotoShop下颗可能就会花很久时间 那另外后面简单的弄光影的时候 也可以新增个涂层 然后让它作用在 呃 产生个遮罩 作用在一个下面有底涂的范围里面 那我这样子在去画它的光影的时候 就不会跑出来 这个部分是还蛮重要的 因为 呃 后面很多新生代的 呃 同学们出道可能是在 手机漫画或只是网络漫画上 那它就是每天得处理一个很大量的采稿 时间 时间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另外在处理的时候 呃 现在的做法上 就是因为在电脑上做稿 一些音效制的部分 我们都会分着涂层 就是一层一层的慢慢去叠下 看看它的效果 那它的好处是 就是可以去做一些放大缩小 还有一些调整 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很快的去改变它的颜色 直到满意的效果 未来就是漫画要跟其他的 传媒作合作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增加不少的时间去 做划分涂层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样 好 好 你不要问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